曾国藩完兴中兴第一名臣,一代大人,许多伟人对他推崇对峙,可就是这样一个伟人眼中的大人,曾经却是一个笨小孩,那么曾国藩小时候到底有多笨,又是谁成就了这个笨小孩的非凡人生? 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利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 曾国藩是晚清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百年来,伪玉参半包免不一,但是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都对他所赚钱的曾国藩家书推崇被指, 时至今日,民间还流传着,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可见曾国藩家书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平淡家常的书信集,还是一部蕴含着为人处事,持家教子的人生智慧书,在当今社会,教子成才一直是困扰天下父母的最大难题,很多孩子因为成绩不好,就会被贴上笨小孩的标签,就连一百多年前的曾国藩, 小时候也被看作是不会读书的笨小孩,那么曾国藩小时候到底有多笨,又是谁成就了这个笨小孩的非凡人生,曾国藩和他的曾国藩家书,会给我们现代家庭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历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书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 说公元1825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开始前的第15年,一个山羽欲来丰满楼的时代,一个腊月里头,鼠酒寒天的夜晚, 说在湖南的乡乡,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双峰县,一户人家的一个屋子里头,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正在点灯苦毒。 我们说,这样一个腊月里的天气,鼠酒寒天的,最幸福的事,最温暖的事,在哪里发生,肯定在被窝里头,谁家都早早的熄灯上床睡觉,谁都不愿在这熬着,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要说愿意加班,愿意工作的人,只有一种,不是拿三倍加班工资的,是哪种人呢? 小偷,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别人家都熄灯碎了,这个小偷他的工作环境就比较理想了,是不是? 所以,这户人家这房子,房梁上,这时候就趴着一个贼,一个小偷,他就打算等这些人家,这户人家灯都熄了,黑灯瞎火的,他好下来偷东西, 要说贼肯光顾的人家,家庭条件也不差,是不是?比较富裕,按道理说,富裕人家的孩子,很少有愿意吃苦的,对不对? 学习都不咋地,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有关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呢? 所以,这个小偷的这个想法也不错,他觉得这孩子肯定不一会儿书,熄了灯就睡觉,他睡觉,我好下来 况且,这孩子正在背的一篇文章,也不是什么特别难背的文章,很普通的一篇文章 大概也就相当于范仲淹先生的岳阳楼记,是不是? 这种文章,咱们很多中学生都背过,也不是说就难背到哪去 所以他打定了主意,等着孩子背完了,熄灯了,我得下来 这主意是没错,这想法也没错 可问题是,底下读书的孩子他特别的笨 他在底下背这篇岳阳楼记,磕磕巴巴的就是背不下来 庆历四年村,腾子经,谁呀?腾子经,是腾子经,是吧? 腾子经折手,折手哪来的?折手巴邻居 半天再吭词一句下来 那么读啊,是读一遍,背一遍 读嘛,是读的这个,慢慢腾腾的 背嘛,背的是磕磕巴巴的 倒腾来一遍,倒腾来去一遍 弄了十几遍下来,小偷都基本上会背了 小偷是趴在房梁上,听他一遍来一遍去 虽然小偷文化不高,听的变数多了 他也觉得没什么难背的 结果问题是,这孩子他就背不出来 后来这小偷趴房梁上,都睡了一觉了 大半宿了,醒过来,大半夜过去了 看看这孩子终该会背了吧 不,这孩子还在底下背的 还是背的磕磕巴巴,一点都不顺柳 反正他的兄弟不叫孙柳,他死活背不孙柳 这个小偷醒了又睡,睡了又醒 在上头睡了两觉之后,心里这个气 眼看着天都亮 你说我在房梁上窝了一宿了 什么东西没掏着 睡两觉还没被子盖,又不是练轻功 在上头,对不对 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笨呢 那个刘德华有名的一首歌 笨小孩,可不就唱了他吗 是不是 这个小偷到最后是识可忍,俗可忍 眼看着天就亮 必须得有所行动 所以他极其恼火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蹭了一下,从房梁上去跳了 这孩子在底下读书 手捧着个书 突然房梁上跳一人下来 大活人,吓了一跳 本身就比较笨,反应不过来 直发愣在那 结果这小偷,满肚子怒火 上前一步,劈手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 往那个桌上,啪的一扔 瞧你个笨样 你说这文章有什么难备的 说着小偷一张口 清理四年,存藤子金,扯手巴林郡 月明年,郑同仁可百费俱心 那重修越洋楼 那是有如滔滔降水 绵绵不绝 就把月阳楼记背了一点 这贼背的特顺流 极其精彩背的 有史以来难得背这么精彩的 要说这贼文化也不高 他怎么背这么顺流呢 道理很简单 他在那晚上听了一夜了 你知道吧 用现在的话说 他叫背背诵 背记忆下来 而且背得特别顺 哗哗哗哗 背完了一通之后 然后指着这孩子说 瞧你个笨样 你读个什么书啊你 说完了 袖着一水 满脸激愤的扬藏而去 东西也不偷了 连偷东西的兴趣也没了 是不是 很遗憾 我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贼 叫什么名字 因为没有保存一下他的史料来 但是有幸的是 我们知道这个笨小孩 他叫什么名字 他当时名字叫曾子成 这个名字大概我们都不熟 但他后来改了个我们特熟的名字 就是曾国藩 你看 人人都说 曾国藩后来事业惊人 功名奋天下 小时候怎么天重奇才 怎么怎么神奇不得了 要不然 也不会有那么大名头啊 要不然 也不会后来有那么多人 都那么崇拜他 你比如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 年轻的时候 最佩服的就是曾国藩 读完曾文正宫全集之后 毛泽东说 予以近人 读服曾文正 曾国藩死后 嗜好是文正宫 所以曾文正就是曾国藩 毛泽东的话是说 近代所有的先贤 我毛泽东眼里 只看中一个 那就是曾国藩 毛泽东 佩服曾国藩也就罢了 连毛泽东 平生的对手 蒋介石 巧了 平生最佩服的人 也是曾国藩 据说 蒋介石 平生在床头 只放两本书 最喜欢的两本书 一本书是圣经 另一本书 就是曾国藩家书 后来他认这个 黄埔军校校长 就拿曾国藩的志兵方略 做教学课本 黄埔几期大家学的都是 曾国藩的志兵方略 所以非常 佩服 非常崇拜 曾国藩 但是 不能因为说 他后来成就很大 不能因为说 毛泽东 蒋介石这些人都非常佩服他 我们就得说他天重奇才 小时候就聪明得不得了 事实上 恰如那个贼所说 他小时候真是一个笨小孩 不仅有史料的证明 事实上 还有很多后人的评论 都提到这一点 比如说 后来非常崇拜曾国藩的 国学大师梁启超 他就曾经评论曾国藩 故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 在病史诸贤结中 称罪顿戳 什么意思呢 就说 一般人都传曾国藩 小时候怎么怎么聪明 怎么这么了不起 都胡扯 哪有什么超群绝伦的天才 别说不算聪明了 比那一般的小孩都不如 在病史诸贤结中 就是当时那些名人里头 他最笨 没人比他笨 要知道 梁启超都不是说瞎话 为什么梁启超说曾国藩 小时候笨 这篇文章 这题目叫什么呢 叫 有史以来 不一二度大人 就是有史以来 难见的 数一数二的 了不起来的名人 就是这篇文章 是极推崇曾国藩的 在其中还说到 曾国藩小时候是个笨小孩 说明是什么 实事求是 但我们就奇怪了 小时候这么笨 一笨小孩 后来怎么就成就了 非凡的工业了呢 难道真的像刘德华唱的那样 是老天成就了笨小孩 是老天爱笨小孩吗 我们先放下这个疑问 再来看看曾国藩除了笨 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 比如说缺点缺陷的地方 说到了1830年 曾国藩这时候19岁 此前都是跟着他当私俗的爹 他爹就是私俗先生 学习 到了这个曾国藩19岁的时候 他爹也觉得这孩子真叫不出来 没办法 就把他送到自己的一个朋友那儿去 他是私俗老师 所以他朋友也是私俗先生 送到一个汪老师那儿 一个私俗老师 结果这个汪老师教了一段之后 非常认同曾国藩自己的说法 太笨了 所以有一次这个老师 火不打一出来 没压制得住 指着曾国藩就骂了 你这个天生的蠢货 你将来要是有出息 我给你背伞 背伞是什么呢 背伞就是古代那个文人出游 有小书童 有仆人跟着 仆人替你背着这个包背着伞 背着包袱背着伞 所以这个老师就说 这孩子真没救 实在是太笨了 这么笨的孩子将来要有成就 那太阳不是打西边出来 那打中间出来的 你将来但凡有点成就 我当老师的 给你当仆人 我给你背伞 说汪老师说这话的时候 曾国藩傻乎乎的就看着他 一点反应没有 你说我笨吧 结果掉头 发奋图强去了 参加科举考试 结果因为笨 开始没考上 但是发奋图强 第二次总算给他考上了 考了个近试 这一下不得了 近试光宗要主了 马上就可以当官了 回乡 很荣耀 然后去到汪老师家 为什么呢 读书人 你这个中了近试 你要谢施恩 所以曾国藩就去看汪老师 去那天大晴天 曾国藩特意带了把伞 道具 到了汪老师家 汪老师赶快迎进来 这孩子不是当年的笨小孩了 这孩子进驶 马上就得受官 还一口一个针大人 曾国藩进去了 到那个堂屋里头把伞 特随意 特自然就往佛刊后面一放 然后就跟老师聊天 寒暄 等寒暄完了 聊完了 起身告辞 这汪老师一路送出来 说是因为这学生不给以前一样了 一口一个针大人 你不能再摆老师的架子了 马上朝廷命官 说一直出了大门了 曾国藩 突然一开脑门 哎哟 哎呀 我把伞往你家了 拉你家里头 装的特像 老师我把伞拉你家了 那样子赶快要进去拿 王老师 哎 曾大人留不留不 我替你拿 我替你拿 他进去去拿伞 拿完了伞出来 再把这伞交在自己的学生里手里头 曾国藩拿着伞 嘿嘿一笑 说谢谢王师啊 今天你替我悲伞了 这话一说 那王老师突然就想起当年的事了 愣在当场哭笑不得 你看 你看曾国藩 虽然说不上是牙之必报吧 这个肚料 这个胸襟怎么样 可以说真不怎么样 是不是 哎 不仅对自己的老师 对别人气量不大 曾国藩对自己气量都不算大 正所谓成大事者布局小节 曾国藩编练乡军 开办江南制造局 唱到羊慕运动 使大厦江青的新王朝 出现了同治中心的局面 寿命又延长了六十年 曾国藩所做的这一件件 都是常人无法完成的大事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做大事情的人 却曾经为了一场小败仗而要自杀 当时太平军攻下了湖北武昌 然后林绍章 太平军的林绍章率一部分骑军 南下湖南 只比长沙 所以来势汹汹非常厉害 当时这个朝廷造出再来 曾国藩坐不住了 打到他老家来了 是不是 所以他带着他精心训练的乡军 清朝而出 准备给林绍章决一死战 要说曾国藩虽然是苏生 苏生带兵 但是他对他手下这个新组建的湖军 那是非常有自信的 所以他第一次出战 构想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是什么呢 林绍章当时驻扎在湖坛 攻下了湖坛 曾国藩带湖军主力支扑湖坛 要和林绍章决一死战 结果半路上有人劝了 给他出了个主意 说曾大人 听说湖坛附近的禁港 太平军人数不多 我们不如分一支兵去偷袭禁港 那可以是意外的收获 曾国藩一听 主意不错 也是第一次打仗 很容易听人家的主意 然后就让自己的先锋 塔其部 率陆军主力 和一部分水师 去攻打湘坛 因为当时 曾国藩不仅建立了陆营 还建立了 花重金建立了水师 都是大船 然后他自己 亲率水师主力 和一部分陆营 去偷袭禁港 他觉得偷袭容易比较成功 所以让塔其部 带陆军主力去打湘坛 然后他带军 去偷袭禁港 然后到了禁港之后 水师开始攻城 然后同时 曾国藩让陆营 搭扶桥攻城 结果呢 说禁港的 太平军人数比较少 这条情报 纯属是个诱饵 太平军早在这 等着他了 所以虽然曾国藩的船 湘均的水师都是大船 太平军的都是小船 按道理说 小船撞不过大船 但小船它灵活 是不是 这小船绕着大船就放火 这一下不是火烧赤壁 是火烧进港 要知道湘均第一次出战 大家都没有战斗经验 所以这一火烧 这个中国藩的水师 水师一下就乱套 那边水师一乱 陆营也刚才组建 大家也没经验 其实这个禁港的太平军 人数还真不多 但是打仗这个玩意儿 人心一乱就不得了 一个影响两个 两个影响四个 几何争急速的往上争 结果大家都是新兵 都没打过状 一乱了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往后跑 拼命的掉头跑 就从湖桥上全跑回来 我真快快一看急了 虽然是苏生 真到打仗的时候 还有两把刷子了 说是他让那个清兵 拿着令旗 往那个浮桥桥头一树 自己拿了把长剑 往那个令旗旁边一站 大贺一声 过令旗再斩 你给我回去 谁过了令旗再斩 我就斩了 要说 虽然是苏生都在 曾国藩 那还真不是吃素的 人家不管他是新兵 都往回跑 谁管他 说什么过令旗再斩 结果他长剑一挥 刷的就斩了一个 跑最前头的一个斩 这下大家都一愣 但一愣 也只是愣一愣 愣完了之后还接着跑 有惯性 杀不住 按道理说过令旗再斩 你的接着斩 郑国藩哗哗哗挥了几件 一个都没斩着 为什么呢 他说过令旗再斩 结果大家都绕着令旗 都从他身边跑 够不着 他又不会武功 所以 气的曾国藩 在那无可奈何 结果跑了一阵 他还站在那 手下都急了 大人赶快上船 不能站在这 为什么呢 乡军跑完了 太平军就过来了 你怎么能对着太平军 说过令旗再斩 那就不知道斩着谁了 手下一看 情势比较危急 赶快把曾国藩 拖到战船上 结果虽然太平军人数不多 也在后面跟着掩杀 结果曾国藩 出出茅庐 进港一战 被杀得大败 曾国藩 坐在船头上 看着那江水 然后愣磕磕的发呆 所向人谁也不敢跟他说话 知道他这时候情绪不好 拿着他坐在那发了会神 突然撑了一下站起来 往前走了两步 扑通一下 走水里去了 跳水里去了 这个时候 还是初春三四月 春寒撂翘的时候 干嘛下水里呢 情急之下 羞愧难当 欲投水自尽 自杀了事 说当时在现场的人 后来记录说 文正 一时一 横手显竹 劝之时不识 乃宜居 陈南庙高峰 再草遗嘱 处分后世 将以一日制裁 什么意思 说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了 那个惨啊 头上还有水草呢 让他换衣服不肯换 让他吃东西不肯吃 好不容易遗失到路上 一个安全的地方扎下营来 大家都劝他想开点 结果曾国藩呢 还想不开 神情慕然的 在那写遗嘱 写好了遗嘱 打算再找个地儿 再接着跳 还想去死 你说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成大业者 不拘小败 是不是 这金刚 出出茅庐一战 不过小败一场 你至于寻死觅活的 想不开吗 是不是 所以后来 那个左宗堂子 专门写了篇文章 嘲讽 说他实在是没有大将风度 死过一回就算了 后来还是死去白咧的 要闹着去死 后来会 最后怎么不自杀了呢 说起来也是这个 中国藩没有远见的地方 这一场战役 进港之战 只是局部战役 主战场在哪 在湘潭啊 这是湘潭战役中的 进港战斗 你说你做主帅 跑到进港来 打一场小战斗 打完了败了一场 你也不顾湘潭那边的 主战局怎么样 失败了 急着要自杀 而湘潭那边呢 塔其部 在湘军主力 在湘潭 大败林嫂张 不仅大败太平军主力 而且一举攻下相谈成 大获全胜 主战场获胜的情报一来 中国藩一看 这样算起来 我还没败啊 不死了 对不对 就从进港之战说 这不能算临危不惧吧 怎么说 中国藩不能算临危不惧吧 怎么说 他不能算指挥若定吧 怎么说不能看 算是严有全局吧 再来看 曾国藩除了天资比较愚钝 性格上除了有缺陷有缺点之外 还有着巨大的 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大 人生遗憾 曾国藩 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 就是天津教案 后来他任直立总督的时候 这时候 说在天津 发生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 什么案子呢 说有几十个小孩失踪了 也就是个拐卖儿童的案子 当地的衙门破这个案子 发现一个重要的人物 嫌疑人叫王三 后来一查 这个王三是当时 法国在天津修建的一个天主教堂的教民 然后这个县衙的人 还有当时很多当事人啊 孩子的父母 还有很多百姓 就跟着县衙的人到这个天主教堂去叫人 叫这个王三 但天主教堂呢 说没这个人 查无此人 没有一个叫王三的教民 你们搞错 双方对职的时候 情绪就失控 先是衙门里头半差的人受了伤 后来当时现场义愤填心的市民 情绪难以控制了 不仅放火烧了这个教堂 还导致了当时天津 这个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的这个大使 还有教堂很多人员的死亡 这一下变成一个国际政治事件 慈禧太后 亲自下诏 让直立总督 曾国藩去处理这个事情 曾国藩处理这个事情呢 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领导这个洋务运动 希望通过内部的改良增强国力 所以呢 他特别不想和洋人开战 所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软了 没有顾及到这个百姓的情绪 就案子查案子 后来把放火杀了人的市民反而办了 这一下天下汹汹之口啊 都骂曾国藩是个卖国贼 曾国藩也没办法 顶着压力把案子办了 虽然后来也一再声明 自己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这个环境下 有不得已之处 但是到他弥留之际 也就是临死前 他也后悔 也表明过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这个天津教案 你看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曾国藩名头大 名气下 有人称他是清代中兴第一名臣 也有人说他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 还有人称他是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大儒 更有人说 传统儒学之所以得以延续曾国藩是一个关键 但是谁又知道 他也曾经是一个笨小孩 也有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性格缺点 个性缺陷 甚至也有抹不去的巨大的人生遗憾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这个本来应该很普通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曾国藩 怎么就成就了 后来非凡的人生呢 简单的用一个关键词来说 我以为应该叫做自我教育 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 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我个人向来认为 最大的教育其实就是自我教育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 曾国藩他是自治平常 是有跟普通人一样的性格缺陷 气量狭小 是有很多人生遗憾 但是他有一个平常人大多不具备的 一个优点 正是这一个优点成就了最后的曾国藩 什么呢 就是他能够对自己 对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对自己生活中的不足缺陷 所有的方面几乎能做到认真的 切实的反思反省与学习 这一点我们口头上说 我们都可以这样 但是很难 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 做得那么实在 不仅反思反省 而且一个崇高的信仰来要求自己 这个崇高的信仰在曾国藩 就是儒家修其治平的人生理想 和仁爱中树的道德精神 比如说 他是小时候很笨 偷东西那个贼 只知道他碰到了一个笨小孩 以至于搞得他连偷东西的兴趣都没有 是不是 但是他又哪里知道 认识到这是一个笨小孩的 认识得最清楚的 恰恰是曾国藩自己 正是认识到自己天资比较愚钝 所以他才通宵在那寒冷的夜晚 通宵读书 对于这个贼来说 只是偶然碰到了一件事 但是这样彻夜通宵的读书 对于曾国藩来说 却是一个常态 他是气量很小 对自己的老师 甚至对自己的兄弟 也有记仇的时候 但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和家书里头 反思反省最多的一块内容 也恰恰是这一块 就如何开拓自己的胸襟 这件事如何气量太过狭小 所以虽然一开始 他确实是气量很狭小 但后来他越来越胸襟博大 所以虽然他也有人生遗憾 就比如说天津教案 也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但是曾国藩临死之前 临死前一天 他的儿子 大儿子曾继泽 很有名 陪着他散步 他给曾继泽说 说什么呢 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这个天津教案 你一定要从我身上吸取经验教训 以后面对阳远 面对外交 一定要不卑不亢 所以后来曾继泽怎么样 正是在曾国藩的教训下 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 当年凭着一个人孤身 支身入沙俄 凭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 从沙俄手里弹回了新疆的伊犁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外交家 所以梁启超认为 正是因为有这种反思和反省 正是有这种别人不具备的自我教育的精神 曾国藩的一生是一场华丽的转身 而且最难得的是 他能把这些反思反省自我教育 心得体会都记下来 一是记在他的日记里头 二是写在他给家人的家信里头 就是家书里头 献身说法 立身垂犯 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就更难得了 这不比那个卢梭的忏悔路差 是不是 而且他的这个所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 所以梁启超说 这简直就是中国近一代教育史上 家庭教育的精华之作 梁启超说 把郑伯藩的心得体会 彼其所言 自自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 故亲切有味 知乌才当前之受用者 非唐宋以后如先之言 所能歹也 就是说别人说的这些 大多是空话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日记里写的 你去看 都不是空话 实大实大 这比唐宋以来 这么多保协之士 大辱之士 所说的话 梁启超说 对我梁启超来说 甚至对我这一代人来说 甚至对我们后代的人来说 这都会让人 众生受益 受益 匪浅 所以在梁启超认为 曾国藩不仅是清代中兴明臣 不仅是一代大儒 他还是一个教育家 所以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来重新 这个 审视 曾国藩家书 与曾国藩家训的内容 事实上在中国教育史上 不只是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 曾国藩和他的曾国藩家书 都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虽然他的家书是家信 但在文读学和教育学上 被视作是标准的家训 甚至比有名的严氏家训 诸子家训 影响还要大 还要深远 说到曾国藩的这个家书 家信 主要是写给他的孩子的 但是写作时间大多是在 他这个出去当官以后 而且不止写给他的孩子 还有好多是写给他的弟弟兄弟姐妹 甚至写给他的族人 所以他的家书内容主要是教育弟弟妹妹 包括孩子了 主要是面对成年人 所以家书内容主要是做人和做事是两块 这也是儒家强调的一个核心 孔子讲吗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什么 人 人是什么 人者二人也 所以我经常说 孔子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公共关系学家 是不是 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大儒 又会从这个人字上获得怎样的人生启迪呢 请继续收看下集 谢谢大家 关于读书 在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曾多次提起 曾国藩晚年曾说过 我这一生无一致不读书 那么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 为什么会在功成名就之后 还依然把读书作为自己每日的必修课呢 读书在他的人生中 为什么会如此重要 敬请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利波副教授 为我们精彩评说 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二集 无一致不读书